上次我回答了单身女性去图书馆用什么洗发水 就有粉丝在下面留言 问这个单身老大爷去公园下棋用什么洗发水 因为这周日正好是父亲节 我就忍不住想讲一讲 我想对于很多家庭来说 这个最省钱最不在意的在呼呼呼发方面可能就是父亲 但是我们也看到确实男性的头皮的问题比例要远远高于女性 你看大街上的这些地中海 十海九南对不对 男性呢因为头发短 有时候特别到了夏天洗澡的时候就顺便把头洗了 所以洗头频率又很高 头皮就更容易受损一些 而家里的女人呢 长头发的就特别爱用这种柔顺形的洗发水 又都是含硅油的 但是男人跟着用呢 久而久之呢头皮就容易越来越油 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对于这种 头皮偏中性或者油性 而且短发的这个老大爷们 洗发方式呢主用无硅油的洗发水 那一周或者两周呢 用上一次这个老大妈的柔顺形洗发水 因为这个无硅洗发水 你如果长期的用 对头皮来讲还是容易引起头皮的干燥 因为特别是你的洗发频率又高嘛 干燥容易引起一些干痒或者一些头屑 所以那个618大家估计给自己买了不少东西了 所以我是建议可以给爸爸买上一瓶专用的洗发水 让他去公园下棋的时候呢 也能自信地把头发甩起来 跟他的旗友自夸地说 这是我家小孩给我买的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是更让他开心的了吧